怎么样转换 转换的方法大概说一下 其实如果最好这两边你都相通OK 然后再来的话 字可能太小 把它放大 字怎么放大呢 基本上就是把它从工具里面的选项 然后撰写风格里面 把它稍微字放大一下 按确定就OK了 那接下来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怎么样那个做 刚刚的画面重点 我有把它复制贴到那个云端上 所以你们假设有一些比较重要的 我怕我忘记的部分 可以在云端上面 云端白板里面的那个第四 零四单元OK 里面就有看到 另外影片有录下 所以如果细节讲 我不太清楚回去再看一下 那接下来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怎么样做输入输出 那前面是input 其实我们可以把它改input box 有哪些地方不一样 第一个 大小写 其实虽然那个VBA会自动帮你变大写 但是你不用刻意打大写 为什么 因为只要是 比如说这边加一个 我用那个input box 哪些地方不一样 我大概用python这边来转 第一个 我们可以把input改input box 第二个的话 不用转型 为什么 因为 VBA里面有一点 它比较特别一点 就是说 如果你没转 它自动帮你转 它会自己帮你判断转换 OK 那你想说你要不要 你想转 也可以 你会找那个转型的函数 不过理论上这边不用转 那你会发现我移开之后 本来是小写的 它会自动变大写 那表示说我这边字没打错 input box 如果说有一种情况 比如我这边打小写 然后呢 移开之后 比如说 多一个s好了 你要移开 诶字没有 变大写 那你可能就要 大概 知道说这个字应该是大 所以我的习惯 我的习惯都打小写 移开之后 确定一下 它手字有没有变大写 如果手字有变大写 你老师我这个字没有拼错 那我可以接着打乘式 这个好处是 这样子打乘式 基本上就有个好处 不会打错诚诗 这一招 我是蛮推荐给各位 不然的话初学者不知道 奇怪赵子老师打什么 赵子老师这东西打还是错 原因是因为 可能没有讲 如果你打对 移开 有没有 它的I跟B就自动变大写 这一招其实我蛮推荐给各位 尤其在BBA诚诗诗诗里面 其他环境有些也会这样子 像那个Visual Studio 微软的都会这样 但是其他的那个 自有软体就没有那么好 自有的东西 我讲过自助餐 它不见得要给你 很全面 但因为它是商有软体 所以你付了钱了 而且现在微软 现在有不同的那个 因为它换了一个执行长 执行长也是印度人 印度人都在这种蛮厉害的 而且因为这样的关系 微软的股价 居然前一阵子超越了苹果电脑 成为全美国市值最高的一个 一家公司 OK 那原因很简单 他第一个他真的找对CEO了 就换一个印度人 第二个的话 你会发现他那个OBIS现在360 是每一年收一次钱 他以前是买断的 现在是每一年 为什么叫OBIS360 就是365天就跟你收一次钱 是不是 好 我是这样记 OBIS360 就是365天之后 要再跟你收个钱 这样合理吗 OK 感觉好像就是收的钱变少了 但是变成你要一直付钱 付到什么时候 付到你只要用它 你就要付钱 OK 不过 大概使用者付费也合理 只是说因为那个费用 加总起来不得了 我们台湾每一年 这个进贡给微软的金额 是7 那个金额你们可以Google一下 我记得好像查过 这个金额是相当相当高 好像是10亿还是百亿美金 光那个授权金的费用 什么 OK 微软一家公司 我们台湾就非常 所以他刚开始可能不积极抓盗版 等到你已经熟悉之后 他再抓盗版 这可能是他的一个策略吧 OK 那当然 不论 那第二个是说 未来的那个office 新的版本 他有可能会有一个变革 有可能 可能性非常大 就是会把visual basic 把它换成什么 换成python 这种可能性非常的高 也就是你现在学VBA 不过另外一种可能 就是说他可能一个visual basic 另外又多一个python 两个可以同时存在 OK 这种可能性都有 只是说下个版本我们还没看到 但是我已经有消息是 会有这种状况发生 当然姑且不论 反正我们现在学的东西 也都跟这有关系 无论你现在 VBA学好 或者是你python学好 反正以后也都用得上 只是说以后会变成怎么样 没有人知道 但是可以想见的 应该是还蛮有趣的 对不对 突然在开发的时候 你现在学的python 现在可能在equilibus 那未来就不需要 另外装一个equilibus 直接打开office 就有一个python 可以让你直接在上面做一些事情 那个观念其实跟现在VBA还蛮像的 所以如果你VBA熟 转变也没什么问题 OK 那我再讲一下有哪些不一样 第一个就是input box 就跳一个视窗过来 输入的方式不是只有input box 其实你也可以怎么样 你也可以在这边输入丢过来也可以啦 或者是表单 这边有一个那个按右键也可以键表单 这边有插入表 自定表单也可以啦 只是说我们先选一个比较简单的 那if什么呢 if h后面的话呢 那python是冒号 那你把它改成 这边改成then ok然后这边print我们把它改成那个message的缩线 msgbos input message box ok那一样打小写嘛 一开如果变大写 那表示你打对了 对没错 所以有的时候啦 我在记这些的上面 有的时候不刻意记 但是就是会用一些方法 让你帮助你记 或者是说你打我看VBA点 打一个m看看 他好像不是mess 这边也有 另外有一招啦 如果你实在不知道说那怎么背的话 有一招 因为messagebos 它是VBA里面的一个方法 那VBA是一个大物件 物件里面的属性跟方法 所以你打一个VBA dm 打一个m 你大概记ms就大概就出来 然后有ms 有没有 messagebos 把它点两下 这样也ok 这个也是ok的 你想说老师那个VBA点要不要打 你打不打都没关系 反正就是在VBA里面执行 他就知道是 在VBA底下的一个方法 所以你可以把这些全部都改成什么 改成那个print把它改成messagebos 然后另外的话还有什么地方不一样 else符 这边的话呢 我们就是改成叫l加se 其他then这边的话 一样冒号部分的话 他会跟你讲说少有then 所以把这个改成 所以改法都一样 这边一样把它改then 那这边的话就改se 其他的话都不用变 这边的话else 这边冒号不用 因为它python要有冒号 这边不用冒号 好 这样的话 最后还多一个东西 end if 他最后需要一个end if 如果你没有这个 他会找不到结束点 多一个这个 所以大概会有这几个地方 好 我们程式改完了 那你来run一下 如果ok的话呢 以后请各位就是把那个 就是前面写过的啦 稍微熟悉一下 可以在那个VBA里面 执行的话怎么执行 你就直接游标放这边上面的执行 请输年龄 55岁 enter 状年 55岁还是状年 看一下55岁 我的标准是这样 65岁以前 所以等于现在退休年龄 应该都要慢慢延后啦 所以我刚刚讲那个 计划的司机上车 他有70岁吧 而且他还可以开很快喔 只是说我也害怕 有一个事 他很认真在开快 所以其实 像日本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人口老化 连续七年他们人口的是负成长的 也就是再过了五十年喔 他们日本人口可能只剩下目前的三分之一而已 也就是说他们现在有多少亿多吧还是 日本人口 日本人口 一亿多吧 我记得啊 所以如果再过 大概过个五十年之后 他们可能人口 剩不到一半的人的话 哇那蛮恐怖的 那到最后的话就是 到处都 只有市区有人吧 郊区应该都是 剩下荒郊以外 那你也不要想说只有日本喔 其实台湾好像从 明年还是后年就已经人口负成长了 所以台湾如果再不生小孩的话 也就可能会没有人 OK 所以以后的话老人 老人 所以这边的话呢 我们基本上就用逻辑判断 把它做输出 输入多少 六十六岁 才是老年 OK 那当然这边的话呢 那有一个地方可以再修改 比如说Input Box跟Mag Box 其实可以改成什么 其实如果说你将来想输入的东西 不一定在Input Box 你想说老师这个 这个跳出这个东西我觉得不喜欢 我希望怎么样 可不可以干脆就直接 不要让我跳出一个 我直接在这边 比如说我直接把Esser 当成是一个输入界面 那输入界面怎么做呢 也许你就可以把 请输入年龄 然后这边这几个字 把它输入到这边 然后呢 最后的评语的部分的话 这个最后的话 它的那个 假设评语好了 这边的话也许你可以 让它显示出来 那也就是说这边 把这边再把它放大一下 比如说我今天就在这边输入 然后这边的话把它改一下 这边也许改一个框线好了 框线的话呢 把这个框线整个变红色的框线 然后内框外框都加一下 然后在这边的话 这边让它标题 让它这样 那如果说我输入的是在这里 比如Input Box在这里 那Input在这里 就是说旁边再做一个按钮好了 那其实你可以 再把Input Box 改成它输入之后 输入东西在这里 丢到Edge里面 那我Input Box 我什么老年 壮年轻 这个直接就丢到这边来 可是问题来了 那我怎么样可以叙述说 我要从哪 这个Excel的哪一个储存格抓资料 然后呢 并且把哪个东西丢过去 那这里的话 你可能会需要 学会两个物件的叙述 一个物件叫Sales Sales就是储存格的单位 就是最基本 那瓜谷后面问你说哪一栏哪一栏 哪一栏哪一栏 第二个就是Range Range是范围 但是它也可以当其中一个 范围可以是一个 也可以是多个 所以这两个如果你会的话 其实可以改 你可以直接在这边就输 输完旁边加个按钮 按下去自己跳出来 那请各位先试一下 如果说我今天要把那个Python的程式 改到这边的话 试一下 第一个先记得 这边写着按右键先插入模组 也就是你要写 神字一定要在模组里面写 第二步的话插入程序 程序名称就是多重逻辑 或者其他名称都OK 按确定 那中间这一块 就是我刚刚从Python那边贴过来的 OK 应该这个都有吧 如果没有的话 不然你们就可以参考 参考云端 我看这一段 在这 这个是 这个是之前的 不然我把我这边的程式 如果你那边没有 你这个没有存到档的话 我干脆把它抠到这边好了 你可以直接在这边去把它复制贴过 OK 画面先还给各位 那试着呢 先把那个就是两边的程式做转移的这种方法 大概了解一下两者间的差异 其实你会发现如果你懂得两者间差异 基本上语言根本没有差异 OK 就是只转换那些语法不太一样之外 其他的都基本上一样 那剩下来就是说你要知道说不同的语言 其实是不同工具 它比较适合解决什么样的问题 那在 为什么ECL VBA会很好用 因为它本身就是可以拿ECL来做一些操作 把它当资料库也好 或者是说你把它拿来做一些资料的相关处理 其实都非常的棒 另外它也是视觉化工具 再加上ECL本身里面又有很多像什么 现在蛮流行需要的所谓的视觉化报表 就像枢纽分析表 跟枢纽分析图 那如果说你今天想要大量的去做视觉化报表的话 其实坦白讲 真的ECL VBA就很够用了 不然的话你还要去买一些工具 像坊间有卖一些什么要钱的 像Table那种工具 其实 它其实中间它就是已经帮你套件套好了 但是如果有一些客制化需求 它里面如果没有这个工人也是办不到 那怎么办 还是要写程式 那用什么程式写 你倒不如用VBA写 VBA能不能办得到 VBA基本上都办得到了 那你说用Python可不可以做 其实Python也做得到 Python本身有画图表 做视觉化工具 只是 好不好用 反正这个部分的话 至少你都知道 那将来如果你在工作上面 老板要你做出那样的东西 你就有很多的选项 或者是说公司只提供给你某些工具 你也不管它给你什么工具 反正你都可以把那个结果给变出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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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有点了 低原来